在日本,大部分的小学和初中都会给学生提供营养午餐 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学校是自己做饭 有些学校则是从食品工厂订餐的 不论是学校自己备餐还是从食品工厂订餐 他们都会请专门的营养师来制定菜单 以保证提供给学生们的午餐营养均衡种类丰富 今天就带大家看看 日本食品工厂提供给学校的营养午餐 是怎样被制作出来的 这是位于东京五藏野市的一所食品工厂 负责给当地18所中小学共2700名学生提供午餐 工厂现有员工181名 进入厨房前 工人必须穿上无尘工作服 戴上围裙并换上无尘鞋 用洗手液仔细地把手洗干净 然后进入风铃室吹掉灰尘 清洁工作完成后才可以开始工作 每天早上7点半开始就路陆续续有食材送到工厂 为了尽可能地减少外界灰尘进入室内 工厂专门设立了一个食材接收室 并且一次只能打开一扇门 除了保证卫生之外 工人还需要按照卫生监督标准检查食材的气味 低度 温度等 这位负责检查食材的工人 已经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12年 几乎没有遇到过检测不合格的情况 主要是因为供货商诚信诚恳 如果在验收时食材包装带有破损 供货商会立即给调换新的食材 食材都到期之后就可以开始备菜了 所有的蔬菜都要根据需求进行清洗和去皮处理 因为要讲究营养均衡 所以工人们需要处理很多种蔬菜 每天负责处理蔬菜的大约有40名工人 普通食材就纯手工处理 而像牛棒这样的根筋类蔬菜 表面杀土多 又具有很强的碱性 就需要用到机器来处理了 并且工厂采购的所有食令果蔬 都是当地的农场新鲜采摘的 绝对天然新鲜 给孩子们提供的饮食 必须要保证健康无害 在日本 一般公立中小学都会给学生们提供营养 且种类丰富的午餐 日本中小学生的午餐时间也被称为食育 就是饮食教育的意思 是学生们必须要接受的教育之一 在午饭时间给孩子们提供食物 并进行食品相关知识的教育 有助于培养孩子们良好的饮食习惯 孩子要从小开始培养 日本的学校还将这种饮食教育延伸到艺术想象力 可人格培养上 因为食育的形式比一般的课堂教育要有趣 容易被年纪较小的孩子所接受 并且食育可以保证 学生们不论家庭收入如何 每天至少有一次营养均衡的健康饮食 为了提高备餐效率 工厂有专门的苹果切割机 削皮切块一气合成 切好的苹果工人们会在手动检查一边 将残留的果皮削干净 然后装进盒子里 这里是工厂的煮饭车间 这些巨大的锅就是煮米饭用的 一个锅一次能煮30斤左右的大米 约700吨饭 将大米清洗干净并沥干 倒入废水中搅拌 随后盖上锅盖焖两分钟 打开盖子继续搅拌 然后再盖上盖煮30分钟 据工人透露 他们所使用的米是长野线生产的月光米 月光米的口感香弄 柔软且味道上加 是高级大米的代表之一 相关部门要求 提供给学校午餐用的大米 必须不含农药和化肥 选用这种高级大米正合适 米饭煮好后 工人用铲子将米饭打散 然后装进饭盒里 装饭盒的过程中必须要精确称重 这样能最大限度地保证 每个学校每个班级分配到的量刚刚好 不会浪费也不会有学生吃不饱 这里是日本东京五藏野饰的一所食品工厂 负责给当地18所中小学的学生提供营养午餐 工厂的主厨房里 工人们正在准备制作豚汁 豚汁是日本的一道家常汤 由猪肉 胃葱和多种蔬菜制成 底汤是用海带和煎鱼干熬制的 鲜味十足 日式汤品通常都会加一种调味料 那就是胃葱 制作豚汁也不例外 工厂通常会将红味葱和白味葱混合用于制汤 两种味葱混合后汤的味道会更浓郁 将猪肉下锅炒熟后依次加入底汤 蔬菜和其他的食材 搅拌煮熟即可 分装屯汁的时候同样要精确称重 这里是专门炸烤蒸食物的地方 工人们正在腌制煎鱼块 腌好后整齐地摆放在烤盘里 就可以推进烤箱进行烤制了 像这种大型烤箱一次可以烤100份煎鱼块 烤好后工人会先检查鱼块内部的温度 以判断是否完全熟透 检测合格就可以出香了 不合格的则需要回炉继续烤 旁边有专门的工人负责试吃 检查烤鱼的咸蛋 不只是烤鱼 每天制作的所有菜品都需要经过试试检查 以此保证所有食物的味道和质量 这些都是给孩子们提供的食物 马虎不得 每周工厂都会请营养师为孩子们制定一周的营养菜单 不仅营养均衡 种类也很丰富 这样孩子们就不会觉得用餐很无聊 也会对每天的用餐时间充满期待 上午10点半 所有食物都已制作完成 工人们将食物装盒装箱 然后运上专门送餐的卡车 接下来这些食物都将在中午11点半之前送到各个学校 这样孩子们只要一下课就能吃到营养又美味的午餐 像这样的营养午餐当然是要收费的 一般公立小学每人4300月元一个月 约220块钱 公立初中每人4900月元一个月 约250块钱 价格也不算贵 因此家长们也很乐意自己的孩子在学校吃午饭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不要忘了点赞关注哦